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小红没有到场 这非常蹊跷 另外一个就是李强的所谓疫情小组的组长开会 也没有现任的公安部长王小红到位 这两件事情不知道王小红出了什么事情 那么现在他已经现身了 那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习近平在政法会议召开期间 对政法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 说政法工作是党和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坚持改革创新发展斗争 奋力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 同时也在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际 向警察致以节日的问候 这是新华社的一个报道 那么在这个要求中 做这个指示 说这个习近平做的重要指示 要贯彻落实二十大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提高政治站位 政治斑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坚持人民忠心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业法治 坚持改革创新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全力履行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这个任务 那么这个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和这个政法委会议有什么不同啊 咱们也没有详细去探讨这件事情 那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可能它这个范围更大 在7月到8号 在7号到8号 是在北京召开的 那么会上呢 陈文青 这个政法委书记 传达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以一大堆套话 那么王小红 是中央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他以书记处书记这个身份 那么陈文青呢 是政治局委员这个身份 公安部部长 王小红主持会议 那么最高法周强 最高检的这个张军 出席会议 这是一个什么 电话电 电视电话工作会议 就是范围比较大的 另外一个呢 在8号 王小红同时 也召开了一个什么会呢 叫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 那么在这个会上呢 他也是把这个政法工作会议的 这个精神 给公安厅局长会议传达 同时要求什么呢 捍卫政治安全体系 维护社会稳定体系 维护国家安全等等 这是对公安系统 提出的要求 那么同时呢 在北京还有一场会 就是这个中共中央的 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 应该在二十大之后了 现在是个第二次会议 第二次会议呢 是在1月9号 1月9号举行 那么人民日报 在1月10号呢 用头版来报道这个会议 全部的政治局常委出席 由李奇主持会议 习近平也发表重要讲话了 那发表重要讲话 有什么内容呢 所谓的要发扬彻底的 自我革命精神 永远吹冲锋号 把党的伟大革命 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要把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要刀刃向内 刮骨疗毒 这个重点治乱 那么是不是乱世 他们不知道 他说的这个党是乱 要重点治 中国有句古话叫乱世用重点 他把这句话就翻过来用 叫重点治乱 要整党 要整党 所以我们说20大时候呢 习近平肯定是要 对这个19大这些人进行清算 对20大期间表现不好的 这些高级干部 他是要进行清算的 那么同时呢 他提出来什么呢 要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交织的腐败 这叫什么 叫抓你的钱袋子 你党内的各个派系 你不通过这种腐败的方式吗 来支持自己 有这个政治活动能量吗 要把这个政治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 要查处 要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代理人 坚决防止政商勾连 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 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 能不能破坏政治生态 能不能破坏经济发展环境 这是两说 第一个来讲 肯定破坏政治生态 第二个呢 对经济发展环境来讲 还真是一个双刃剑 因为我们知道 在一个管制经济里头呢 这种行贿受贿这种方式呢 反而是一个什么 是让经济能够动起来的一个方式 所以所谓腐败有利于发展经济 大概的背景是在这么一个前提下 就是你主体是一个 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 是一个管制经济 那么你的税率是死亡税率 那么你基本的商业 都是叫做投机倒把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那么腐败是一个润滑剂 是经济运作的润滑剂 当然习近平啊 他是不管这些的 他是以所谓党国的 这个政治生态是第一位的 那么经济发展环境啊 只是说说而已 还要什么呢 要健全完善 惩治行贿的法律法规 完善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 要严厉打击那些 所有有背景的政治骗子 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 有一点此地无银的感觉 为什么呢 我们刚刚看到啊 央视播放的这个电视片 要这个第一集就讲到了这个傅政华 傅政华在2018年啊 做了这个司法部部长之后呢 想更上一层楼啊 就有所谓的政治骗子骗他啊 说他通天啊 通天啊 那么就是啊 实际上所谓通天 那就是通到政治局最高层啊 那么习近平可能是牵涉到习近平啊 所以习近平再次讲啊 严厉打击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 那这些政治骗子 有的是真骗子啊 有的是被共产党污蔑为政治骗子 那真的是有可能从高官那过来的啊 从最高领导那过来的啊 一些有眼线的关系啊 所以呢习近平说啊 要什么呢 要这个必须忠于党啊 勇挑重担 敢打硬仗 善于斗争啊 这是对这个纪检委的一个要求啊 对中纪委的一个要求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呢 这个国家安全部员党委委员啊 中央纪委国监委 驻安全部的纪检组长 刘延平受贿案啊 宣判 宣判什么呢 刘延平啊 这个死缓啊 这个是他是在吉林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1月10号啊 最新的一个宣判的结果啊 那么对刘延平是以什么 受贿罪啊 受贿罪 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剥夺政治权力中心 缓期两年执行 死刑啊 那么死刑执行两年期满后 依法减为无期啊 那么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假释 对刘延平受贿啊 所得聂息与追缴啊 这个什么 和傅政华啊 是一个待遇啊 就是 我这个 相当于就是无期徒刑啊 相当于就是无期徒刑啊 相当于就是无期徒刑 那么同时呢 在这个判决中啊 也提及啊 这个 刘延平啊 收受啊 收受贿赂啊 收受贿赂财物 2.34亿啊 2.34亿元啊 那么同时呢 啊 因为他能够如实供述全部罪行 认罪悔罪 积极退赃 大部分赃物赃款 逆息 以追 追索到案啊 有法定的 从轻 缓解 所以呢 死刑不立即执行啊 可不立即执行啊 那么这是刘延平啊 另外一个呢 刘延平之外呢 我们会提到一个人呢 赵立坚 这当然是一个救闻了 但是呢 这个救闻呢 也值得一说 怎么救闻呢 1月9号啊 1月9号 那么昨天就是个救闻了 那么澎湃新闻的记者发现呢 原任新闻副司长的赵立坚啊 新闻发言人 已经调任了这个外交部的 边界啊 等于是发配啊 发配去边界司啊 海洋四五次啊 那个地方不是你耍嘴皮子的地方 那要干活去 我估计这个 有人对赵立坚还是真的是很不满 当然也有人说啊 是他的夫人 在这个微博上啊 频频发言 造成的一个恶果啊 当然也有人说 对他的这个 战狼的这个作风啊 有所不满啊 上风有所不满啊 让他去干点实事去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还带来一个新闻的是什么呢 是德国的议会代表团 在1月9号访问台湾 表达对台湾的声援 那么同时呢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德国的教育部长瓦茨格 也会在今年春季访问台湾 这是26年来 德国内阁成员啊 教育部长 内阁成员首次访台 那么根据啊 中华民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呢 德国联邦议会 国防委员会的主席 齐默尔曼和副主席 沃格尔啊 他们共同率领这个议会啊 联邦议会的代表团 访问 访问台湾 那么沃格尔就是这个 副主席呢 就明确表示 说我们要清楚表明 来自北京的军事侵略 和军事侵略威胁 是不可接受的 这是他在抵达台湾后的 新闻发布会上 有这么一个表态 那么法新社的记者 就问了汪文斌 外交部的发言人 说德国联邦外交 德国联邦高级代表团 访问台湾 中方对此 是否采取反制 对这些议员 汪文斌呢 就回避了这个问题 回避问题 他说什么呢 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一个中国原则是 中国同 包括德国在内的 所有建交国 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 世界上只有一个台湾 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等等等等 我们敦促 有关政客 确实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立即停止与台独势力 互联 这个勾连互动 立即停止怎么停止 那就是立即宣布从台湾 非反德国 立即停止向台独分裂师 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中国主权领土完整 那么这个是什么样必要措施 我们也需要拭目以待 尽管他没有直接的讲 但是呢 应该说也差不多了 应该说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是 现在的这个 台湾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德国对中国的这个态度 应该说也是 越来越趋近于强硬了 有点像在德国在这个俄罗斯 乌克兰问题上的一个态度 开始慢慢硬起来 慢慢硬起来 这个也是什么呢 也是中国这个外交啊 战狼外交啊 硬作啊 硬作作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就不再对此啊 更多的评述了 好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在此呢 也感谢节目导播 我们明天见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